华大哥 各位兄弟 来 我再敬大家一杯 好 老规矩 你干了 我们随意 好酒量 服务员 再来两瓶 不行了不行了 我真的喝不动了 张老弟啊 你什么意思啊 求我们老大办事 得拿出点诚意才行 我怎么没诚意啊 我刚开了两万块钱的支票 请黄大哥打点警署那边 这钱不少吧 我们老大不但在警署值得开 律政司也有很多熟人 律政司要打点 看来张老弟真的是不懂啊 警察查我案子最后 还不是要交给律政司 由检察官来决定 是不是起诉 只要检察官说 证据不足 不起诉 这事不就结了 陈老弟不是我胯口 这种事情只有我 能在首席检察官面前说上话 那跟首席检察官说上话 要多少钱 上个月华美银行的总经理 谭乌挪用公款的事 最后是怎么不了了之的 你知道吗 不知道 还不是跟我们老大 跟首席检察官喝了杯咖啡 就这么搞定了 喝杯咖啡就能搞定 太厉害了 你不懂 这是行话 像唐乌挪用这些小事 出过两万块 基本就能搞定 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 我爸的罪名是洗钱 是不是一杯咖啡还不够啊 聪明 张老弟果然是聪明人 领尊的事太大 恐怕得 我明白了 这是两杯咖啡 就是四万 好 我写支票 不是两杯咖啡 是两桌酒 一桌酒就是五万 两桌酒就是十万 所以你开张十万的支票 就可以了 十万 加上刚才那两万 就是十二万 我说老弟啊 这事是我们老大 看在豪哥的面子上 才答应帮你的 我们可没多要一分钱 你要是再这么 磨磨叽叽的话 我们可耗不起这时间啊 不过我得提醒你 只要起诉书送到法院 你就是有金山银山 那也没用 对 没用了 好 我写支票 黄大哥 请留步 张老弟 这事包在我身上 你就放心好了 那就拜托黄大哥 拜托各位了 放心吧 放心吧 好 黄大哥 你说 豪哥 你刚才介绍的那位也太 太好骗了 是吗 这话我可不敢说 不过 这是他刚开的十二万支票 怎么处置 豪哥你一句话 你都拿着吧 上次的私货生意 多亏你帮忙 就算还你的 豪哥就是客气 要不咱们怎么能跟豪哥合作呢 就是就是 对了 张公子这事怎么受伤 你也看出来了 他就是个不经事故的公子哥 过几天 你随便找个律师 冒充律政司的 当面告诉他 姓张的这件事情 惊动了港督 押不下来了 他也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好 我这就去办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要你帮忙 我不是让你派个人 去警局的拘留室 帮我叫寻一个人吗 我听说他刚进去 第一天就被隔离了 你还有没有人 再给我派一个 有有有 你说 要什么样的 这次要狠点的 是是 慢走啊 豪哥慢走 老大 豪哥要整谁呀 是张公子他爹 这不合适吧 我们都拿了人家儿子的钱 不但不帮忙 还去整人家爹 是 是不是太狠了点 少说一句会噎死你啊 记住了 狠的不是我们 是马文豪 你叫我来想干什么 昨天晚上在酒吧 还没丢过我的脸吗 你有什么丢脸的 玛丽这么袒护你 偏偏我又死回要缠着你 两个女人争你一个 多有面子啊 你看看你现在多庸俗 整天像个怨妇似的 跟你在一间屋子里 我都嫌憋气 你忘了你第一次在这屋子里 你跟我说了什么吗 你说我是最美的 要体贴我一辈子 说我是你唯一的公主 你说的这些难道都忘了吗 你怎么能这么没有良心呢 又要说这些 玛丽说的一点都没错 你到底是谈恋爱的 还是绑架呢 你和我在一起 是你情我愿的 没错 当初我是觉得你很可爱 可现在发现你的性格 越来越难相处了 宝林 对不起 我想我们是时候 该说白白了 说白白 你说得好容易啊 世元 求求你 不要这么绝情好不好 你为我想像好吗 为了跟你在一起 我已经弃走了二戒 又瞒着大戒 我已经什么都给了你 如果你再这样离开我的话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陈鲍林 我真没想到 你一个挺心潮的女生 还搞这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蹩脚演出 真的很没意思 你好好静静吧 走的时候把钥匙给我放下 世元 我对你 从头到尾都不是演出 宝林 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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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九房间有人受伤了 快派人来 你 你太差了吧 表情你 但是她这么久 疼 mistake 这様子 救我干什么 宝林 你告诉大姐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宝林 我一大清早就被医院的电话吵醒 说你在急诊室 我紧敢慢敢地跑回来 你就不能体谅体谅大姐吗 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着急啊 所以我还是不说得好 省得说出来你更着急 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叫人不省心呢 请冷静 病人不能太激动 既然你是病人的监护人 我想有件事情你应该知道 你的妹妹怀孕了 什么 怀孕了 李医生 对 有急诊病人在等你 好 我马上就到 齐太太 我还有事情 你慢慢跟她谈 记住 千万不要刺激病人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那个男人是谁 你不说是吧 好 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到酒店 问问那个房间 到底是用谁的名字开的 大姐 别去 我说 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 这个冯世元 根本就是玩弄少女 败坏孝风 我强力要求 孝芳把她开除了 齐太太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令妹和冯先生属于自由恋爱 香港法律都不管 我们孝芳不好太多干涉 冯世元她花言巧语 骗我妹妹试了试 这你们都不管吗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 把孩子送到这儿 就是看着你们的孝风严谨 现在出了事 你们不开除冯世元 怎么给我妹妹一个公道啊 齐太太 这种男女之间的事情 很难有绝对公道 所以冯世元 即使像你所说的那样 抛弃令妹 这也是男女同学之间 在校外的恋爱事件 虽然我们不赞成 但也绝对不能 作为开除的理由 那如果我告诉你们 冯世元她搞大了我妹妹的肚子 而且还让她伤心过度 自杀未遂 这还算不算一起 简单的恋爱事件 她做出这么缺德的事 冯世元她该不该被开除 其太太 你确定令妹怀孕了 这种事我能下编吗 好了 你先出去休息一下 我们几个商量以后 再给你答复 好 你先出去休息一下 我们几个商量以后 来 小女儿 不认识 能不能输 为了 华柏 精准 这乎小女儿 一个大医生 对 跟他说 这钱 你一会 你等会 赵 所以他很久 小女儿 咱们 宝 宝林她是受害者呀 也许在世俗的眼光里她是 但是在天父的眼里她犯了罪 校长 你别走啊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齐太太 你真的要我说清楚吗 我们是一所教会学校 我们必须遵守与天父的约定 我们不能接受一个未婚先孕 而且为此自杀过的学生 因此我们必须开除陈宝 就是啊 就是啊 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是吗 校长 我求求你了 你不能这么对宝林 她已经很可怜了 如果就这样被校方开除 她就什么前途都没有了 我 我怎么跟她交代啊 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这样 我收回我所有的请求 你们也不必开除那个冯氏员 就当我没有来过 要是你没来过 会是这样吗 我可以骗他们 但我不能欺骗天父 那 那宝林怎么办呢 我们每个人必须先救赎自己 然后天父才会救赎我们 是 世元 你来了 你休养得不错嘛 有时间在这里出点子 然后叫你姐姐去学校里闹 你们三姐妹真是一样的卑鄙 无耻 好好的 你又骂人干嘛 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骂你 我骂你那是轻的 你要是个男人不用你自杀 我现在就能杀了你 你姐姐刚到学校里闹过 现在学校里已经满城风雨 我被学校开除了 我的前途全毁了 再也申请不了英国的大学了 这下你满意了吧 陈宝林 你可真毒啊 世元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告发你 这一定是我大姐自作主张 想替我出气 世元 你别生气 我马上就去跟校长说清楚 我会跟她说 这一切都是误会 请她收回成命 世元 我会和你一起度过这个难关的 我们永远在一起 都不要分开 你别做梦了 我希望这辈子 噩梦里都不要有你 我已经决定了去英国找我的父母 以我们冯家的背景 在英国总会有大学可以上 倒是你 陈宝林 说到底 你就是个从九龙城寨走出来的穷丫头 到头来还是会跌回原形的 你说什么 噢 你还不知道吧 你也被开除了 这下你可以跟你的淑女梦彻底说白白了 不属于你的 永远都不会属于你 怎么争都没用 尘小姐的下落查得怎么样了 还是没有消息 香港一共才多大点地方 就算拿筛子筛 现在也可找着了吧 香港地方是不大 可架不住人多呀 这人还茫茫的 要找一个故意躲着的人 实在是很不容易啊 别给我找借口 我给你列的那些他可能去的地方 你都找了吗 找了不下三遍 哦 对了 浩哥 其实还有一种找法 可以找有可能跟他在一起的人 哦 陈小姐身回六甲 身边不可能没有伺候的人 而且以他经历过那么多事 不可能找不熟的人伺候 我们要不要从他可能投靠的人下手找起 这陈小姐肚子大不能出门 可身边的人终归是要上街露面的 马先生 家里他快要生了 他一个人怎么应付得过来 就算李妈帮着 可在外面也不是个事啊 万一有什么突发的情况 去查一下 那个一直跟着陈小姐的李妈是哪里人 在什么地方 这 好 下求 大卫姐 出什么事了 宝林 宝林他出走了 什么 下求 怎么 你也在怨我吗 雪玲 这都什么时候了 我们就不要再管这是谁的责任了 我只是在想 宝林是嘉林的命根子 当你为了重新把宝林找回来 家林可以把自己的幸福 还有前途都打进去 如今宝林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该怎么向他交代啊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我觉得 这事不能瞒家林 是我没有看好宝林 现在我去跟他认个错 还能让他出出气 不然 等他将来知道了 恐怕 我们连姐妹都没在做了 可是眼下家林马上就要临盆了 我怕他知道了太激动 影响胎儿啊 可是 眼下的事就是要跟嘉林商量啊 这怎么找宝林 去哪儿找 找到了怎么办 这些事 我都不敢再拿主意了 下求 我听姑妈说 嘉林不是曾经给金叔打过电话吗 你去查一查通话记录 不就可以知道 他从哪里打来的吗 我当然知道 可是我当初答应过嘉林 不去打扰他的生活 知道孩子出师 此一时彼一时 下求 我了解嘉林的脾气 以后要是他知道宝林的事 是你拦着没有第一时间去通知他 他一定会恨你的 好吧 今年的台风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可能是要变天了吧 反正也没什么事 今晚就早点睡吧 我去看看啊 我到医院的时候 宝林就已经不见了 我问了护士才知道冯氏员来过 也许是被学校退了学 所以跟宝林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我想 宝林可能是因为受不了这个财 大姐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这种事能去学校闹吗 宝林多爱面子 小时候衣服上有个油点 她死活就是不肯穿着上学 你倒 把她女孩子最秘密的隐私全都公开了 她一下子从众星捧月的公主 变成了被男人抛弃的当妇 你叫她怎么见人呢 难道你不知道 教会学校对于自杀和未婚先遇 这种事情最忌讳了 你一下子两件事全讲开了 校长就是想留着宝林 你也没有办法呀 家里 我知道这件事是我莽撞了 可是 可是我当时就是想着 要教训一下那个姓逢的小子 我没想别的 我全是为了宝林啊 这所学校是宝林踏上上流社会 成为淑女的唯一途径 我花了多大的心思才把她送进去 眼看着明年就要毕业了 就要实现她的淑女梦了 结果呢 你现在两件事情一起给她讲出来 发生这种事被退学了 那她这几年的努力都白费了 你直接为她好 佳麟 我真的是为她好 别说的好像就你一个人爱宝林似的 你是她姐姐 我也是她姐姐 我难道会害她吗 佳麟 佳麟 你就别怪雪林啊 谁都有好心干坏事的时候吗 我谁也不怪 要怪就怪我自己 十几年前我在医院 把宝林弄丢了 上天惩罚我 让我找宝林 足足找了四年 我能找回宝林 是上天给我的第二次机会 我还是没能守护好她 小姐 别这么说 千万别动气啊 家里 你说不怨别人 可是 你哪句话不是在怪我呀 爸妈走得早 三姐妹里我是大姐 可是我早已嫁了人 结果 陈家的事 都让你一个人来扛 我这个大姐算什么呀 真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大表姐 她不是这个意思 我看 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好 别什么话 都让别人点出来 多没意思 不过 宝林她有今天 难道你这个座儿姐 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宝林跟我说过 这些年 每当你有负面新闻传出来 她都觉得在学校待不下去了 我刚才到她宿舍收拾东西的时候 她的朋友跟我说 宝林最怕别人说 她对她感情就像她二姐一样 还说 冯世言自己老拿这些话刺激她 这才弄得宝林神经兮兮的 她这次跟你脱离关系 多半也是因为这个 大表姐 这些话说的干什么呀 自己姐妹别伤了和气嘛 所以我才一直憋在心里呢 为了宝林的事 我从早上忙到现在 一口正经饭都没吃过 回去我婆婆那儿 还不知道怎么交代呢 行了 反正 我为她做什么都是错的 我在这里也不受欢迎 何必赖她 我走就是了 大姐 大夫姐 齐太太 小姐 你怎么不劝劝她呀 小姐 你怎么了 小姐 大夫姐 大夫姐 你是干什么呀 夏秋 我知道我们姐妹每次吵架 你最为难 你回去吧 反正从小到大 你就是站在她那边 这么晚了 我送你回去吧 齐太太 冰毒厂 知道佳林在哪里住了吗 就在那间屋里 好 开车 你还在担心她会害佳林吗 你别傻了 她车上的副产开 就让她扶植到销 你再灭 我去看她 你是在壮队的 这位是我 老毛 也要走 这位对 是什么 有很大的 所以不放心 向前李医生过来 给她检查一下 马先生 孕妇是早产 可是胎胃不正 有危险吗 现在羊水已经破了 从胎因来听 如果不尽早手术把胎儿取出来 那孩子就很难保住 咱们还是赶紧上医院吧 马先生 这可怎么办呢 李妈 带上家里所有的雨伞雨具 我们这就去码头 好 我这就去哪儿 两个小子 葵 小姐 开门 出牌啊你 不是说过了吗 今天没船 我这个人不爱求人 但今天晚上你们帮我这个忙 不会后悔的 不是我不帮忙 是天气不帮忙 不信 你问问他们 这么大的风雨 谁敢出海啊 谁敢出海啊 是啊 够不够 不够说话 不 不是嫌少 我们是打工挣钱 放不上那么拼命啊 对啊 你们不拼命 我拼命 大哥 只有一条计犯船行吗 走 快 马上准备特务手术 好的 通知儿科特务小组待命 是 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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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我在 莫败 别怕别怕 有我在呢 我就知道 你不会扔下我 谁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你呢 我怎么会给你 你都不想 你做好 她就不想 你了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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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慢点 慢点 慢点啊 小姐 昨晚你抛妇产 生了一个快七斤的儿子 你放心 孩子很好 医生说再观察两天 就可以报来喂奶了 李妈 我昨天是不是疼糊涂了 怎么 我觉得好像莫白来过 他是不是回来了李妈 是他送我进医院的吗 我记得 我一直抓着他的手 小姐 不是老爷 是马先生 马文豪 那我抓的手 也是马先生 当时也不知道 你怎么那么大的力气 一直到手术室门口都不放 后来我看见 马先生的手都被抓轻了 昨天那叫一个寸 那叫一个乱 他想要是马先生 他想要是马先生 你根本来不了医院 孩子也就保不住了 那他人呢 他在这儿陪了你大半宿 他没说什么 他本来说是 他也不好 他有点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 他是他 这陈小姐呢 今天一早就出院了 怎么这么早就出院了 是啊 拦也拦不住 说什么都要走 我们也没有办法 你 好哥 要不我们现在就去南亚岛 看陈小姐 你还不明白吗 他出院是我逼的 我们再去岛上找他 他不得逃到海里去啊 算了 走 不哭了 乖 不哭 小姐 来 不哭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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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还太虚 喂一次奶 就出一身的汗 喝点鱼汤补补啊 多喝点啊 你刚动完那么大的手术 干嘛不多休息一天 就急着出院呢 昨天 我听到护士说 是马文豪把我移到高级病房 还请了私家看护 足足付了一个月的住院费 你说 我还能住得下去吗 他现在有的是钱 这点算什么事啊 李妈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这不是钱的问题 是是是 我明白 既然已经都回来了 那索性在岛上 好好养着吧 好 好 现在把身体养好才最重要 莫拜他 还等着我去帮他呢 说我洗钱 简直就是荒唐了 张先生 你不要这么激动嘛 我们也是掌握了证据 在立案调查 请你配合 连赌察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这是屡落联手齐满轩要整垮我 就好像当年诬陷我杀人一样 完全是无中生有 几天前 有人给我送来这本秘密账簿 里面记录了不少 关于你们东亚的 可疑账户和可疑往来资金 我仔细研究过 这些资金来源的数量 周期间隔走向 我基本可以断定 这些账户 就是你为了洗钱而射的 你到东亚核实过这些账户 李探长一直不逼我的调查申请 所以我只能向马文豪私下求证 你知道 他现在是东亚的董事长 你找过马文豪 他怎么说 他证明情况和账本上说的一样 他说这些账户 属于顶级的VIP级别 由你直接控制 他还说 他很遗憾 你居然会用东亚五十年的名誉 去做洗黑钱这种违法的事 他真的这么说 好吧 我也不怕告诉你 像这样的秘密账户在哪家银行都有 无非是为了方便贿赂 像吕洛那样的贪官 这在行内是公开的秘密 那这么说 马文豪是在故意误导我 那我们应该请他来警局聊聊啊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 他是你手提拔起来的 你不想把他牵扯进来 可是你的案子非同小可 你不可以掉以轻心啊 你想想 抓你进来 是因为几笔出了问题的贷款 可你一进来 就没有人认真地去审过这个案子 现在仍赶上港府 严打走私洗钱 马上就有人举报你洗钱 甚至连一般洗钱案里最难搜集的证据 举报人都体贴地准备好了 要不是我替你顶着 旅团长早就结案了 赵船你出了这么大的事 东亚应该急着替你走动说情 毕竟出了这样的仇闻 对银行的名誉来说很不利 可是东亚的高层 从马文豪到齐满轩 一个个不急不躁 不闻不问 甚至有点想你定罪走人的意思 你就不觉得奇怪吗 林独察 既然证据确凿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总觉得这个案子办得太顺 顺得让人起疑心 再说 我答应过一个人 要好好照顾你 嘉琳 你知道他在哪儿 对不起 我不能说 我明白 是我对不起他 如果你真的想对得起嘉琳 你就应该配合我的调查 只要我能证明你是无辜的 无论多大的阻力 我一定保你出去 我要见律师 快出快出 今天手气不错呀 是啊 尤太太 你今天这几拳打的 还真是不错 阿赛 太太 太太 您的电话 谁的电话呀 张太太 哪个张太太 快出啊 哦 是和洪蕊吧 早知道就说你不再好了 他能有什么好事啊 肯定是为了他老公的案子 我猜也是啊 他都找过我好多次了 我都烦死了 这样吧这样吧 我跟他应付几句 马上就过来 好 等我一下啊 去吧去吧 快去 就没见过这么麻烦的人 行了行了行了 就玩得高兴 洪蕊啊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才求你的 什么事啊 我比不得你清闲 我忙着呢 快点说吧 因为莫白的事情 少文已经在外面 脱了很多关系 也花了很多钱 可是也没有任何进展 我想 东亚能不能出面脱关系 说几句 但也会好很多啊 连府现在是副总裁 他是不是可以出面 提议一下呢 那怎么行啊 连府才刚刚上任 别人不知道 还以为 他跟张莫白 是一伙的呢 云仙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莫白是被冤枉的 我保证 你现在要是帮他一把 将来他出来之后 少不了一定会提拔连府 我们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好了 还报答呢 你那个提拔 我又不是没领教过 上一回贷款的事情 你也说要提拔 我们家连府 结果呢 是你自己在外面放债捞好处 一出事全退到我们家连府身上 我哪敢相信你啊 太说了 现在连府啊 在银行里呢 有他亲爸罩着呢 你就别费心了啊 云仙 我保证这次不会了 你相信我 你看在多年姐妹的交情上 你再帮帮我吧 好吗 云仙 好 马上过来 马上过来 哎呦 红睿啊 我劝你 有那个力气啊 多喝点儿 多吃点儿 反正也没多长时间了 是不是啊 还有啊 没事啊 别冲天乱的电话 好 就这样 你 太太 太太 该喝药了 还做什么药 我都是要死的人了 还吃药干什么 太太 还折腾什么 我不要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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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你这是何苦呢 太太 妈 妈 这是怎么了 妈 这是怎么了 你别吓我 少文 少文 太太昨天晚上 为了老爷的事 打了一晚上的电话 受了一肚子的气 少文 他们什么东西 居然来看我的笑话 我这一辈子 就没有这么丢人过 妈 别鬼 我的安眠要在哪儿 给我 我不要活了 妈 你别这样 我就要这么做 我不要活了 妈 你别这样 妈 妈 我知道你苦 我们再忍忍 只要把爸救出来 等张家东山再起的时候 不要让他们一个个爬过来 给你赔罪 是啊太太 那些个势力小人 您理他们做什么呀 少爷这么懂事 你也该宽宽心 高兴才是啊 您可千万别再说那些 让少爷难过的话了 妈 少文 少文呢 妈 你放心 有我在呢 我 少爷 夜深了 您喝杯茶 也该歇口气了 我妈他睡了 吃了安眠药睡了 少爷 今天银行来电话了 说您最近开了不少支票出去 而且每张都是上万的 他们提醒咱们 咱们银行账户里的钱款 那可不多了 你可千万小心哪 别开空头支票 我也正犯愁呢 这些天拖的那些人 拿支票的时候不含糊 可爸的事 没一个帮得上忙的 这真步子还没有白到 纤货钱倒已经把我们掏空了 少爷 您别着急 太太说了 要我明天把她的那些首饰紫画 都拿出去当了 多少能换点钱回来 我们张家 什么时候也沦落到邀进当铺了 那些当铺里的老游子 不定怎么趁火打劫欺负人呢 少爷 您可以试试投资股市啊 你是说做股票 我在美国的时候倒是玩过一把 不行 风险太大了 我们家现在哪还输得起啊 哎呀 我的少爷 美国是美国 可这是香港啊 这股票交易 向华人开放 也就这两三年的事 可是这两三年里头 那恒生指数翻了可不止是五倍啊 您哪 现在出去看一看 就连庙街那些卖菜的阿姨 也都在做股票啊 而且是人人在做 人人赚啊 有好几次那交易所门口的人赌的 把马路都给堵死了 最后政府只好派消防车 来赶人哪 有这种事 您没听说呀 现在好多的人哪 干脆就辞职 专门炒股 今天买了 明天就抛 那马上就赚呢 就连那傻子 都能赚得钵满盆满哪 现在那些吃鱼吃捞饭的 饱与饱舟的 十有八九 都是在股市上做股票发了的爆发户 嗯 怎么样 您不是让我查马文豪和齐满轩 在银行外有什么来往吗 嗯 我找了私家侦探 结果发现 这两个人几年前就开始私下交往 主要是合伙做走私生意 走私 马文豪走私 规模还不小呢 靠着齐满轩的船队 在这东南亚各国都有生意 最近这半年又把新加坡的市场拿下了 新加坡管得那么严 他们也能打进去 不是你派马文豪去打理新加坡分行吗 他可没有浪费你多年在那打下的人 天高皇帝远 听人讲 马文豪在新加坡 那可是嚣张得很啊 不但堂而皇之地和地头蛇谈走私分城 甚至拿分行替走私洗钱 看来吕洛这次没有冤枉人 东亚真的是卷入走私洗钱的事情里去了 是啊 不过很明显 这都是马文豪自己造下的念 我已经派人去新加坡取证了 一定能够找到足够的证据将他绳制以法 张先生 你再耐心等几天 我到时候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还你一个清白 不 不要惊度任何人 我暂时还没想出去 怎么 你还要保马文豪 你是估计你大哥吧 要我说 你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 你庇护了他一个儿子二十多年 难道还要为了另外一个打击你的后半生吗 莫白兄 你还能够认识 马文豪他做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 他值得你这么对他吗 陷害我坐牢 在齐满轩 他是为了要抢东亚 在马文豪 有一半是因为他要卸私分 你的意思是说 马文豪他知道 不可能 你四处找你大哥儿子的事情 马文豪是清楚的 那怎么这么多年他只字未提 难道他心甘情愿给你做个跟班吗 这才是这小子比他爹厉害的地方 在他爹遇害之后 他曾经到香港来投奔我 何弘蕊却瞒着我把他赶走了 看来马文豪要把这个旧长做个了断 原来是这样 那 那就更不能坐以待毙了呀 其实现在待在这里才是最安全的 绿洛一手遮天 你就算找到证据也未必能救我出去 就算我几番周折如曲后 那马文豪会善罢甘休吗 以他的脾气一定会想出更恶毒的招来害我 到时候就真的防不胜防了 看来莫白兄已经胸有成竹了 那你接下来需要我做什么 关律师 你有没有帮我去那张先生 让他备合警方调查 对不起 我对委托人有保密义务 无可奉告 郭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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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好 您慢走 您好 我想找林一平 林督察 你找他干什么 听说他负责张莫白的案子 我想请他安排探视 探视 张莫白的案子案情很严重 李探长早有令 除律师以外一概不许探视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朋友 那就更没理由见面了 阿三 我大老远的来 那你就算让我见见林督察也好 让我问问状况吧 林督察已经调离此案 再说 现在他也不在 你可以走了 别在这里妨碍公务